核四这个案例是从国民党执政跨到民党执政 一直到现在国民党又执政一直在继续 所以我想跟各位从反核运动 先从口号来看看 各位就看到一个运动 经历了不同的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里面 其实口号里面也隐约的谈出了很多现实 以及在运动策略上的思维的改变 第一个反核就是反途宅 早期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核四这个资讯都是科技专段 而且这个决策黑箱子 所以可能就反独裁 后来变成反而救台湾 那时候什么都救台湾 这个是个很正确的论述 听起来很对 因为没有这个核四出事 台湾就完蛋 反而就台湾 后来就有些恒奇此存 爱慾相处 这个到现在还有很多常在用 不同运动也都在用 这个是很动人的口号 说俗话虽然虽然已经被喊烂 另外像这种偶尔传来一种这种 今日不作反而斗争 明日将成永远难免 这是这种 有一些没有核四没有悲剧 这是当时在1991年的时候 其实发生一个事件 就是当地居民跟这个核四厂里面的警察冲突 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件 后来有警察死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才叫做 喊的口号叫没有核四没有悲剧 这个悲剧有两个意涵 一个是 为什么一个公共政策 不当的公共政策 后来变成居民跟警察互相冲突 居民也无辜 警察也无辜 可是为什么后来受害死两兆 一些被关一些发生异弹 但是另外一个没有核四没有悲剧 讲的是说核能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悲剧 另外是公投反而是罢民做什么 那是当时想像公投变成是一个反对公共议题的一个方式 那个时候 核一跳 核二跳 核三跳跳跳 核四四跳跳 那是当时那个核电厂一直在跳进 这个里面真的有点扯 这个核三跳跳跳 这个不是只是为了押育 核三跳跳跳 核三在哪边 在墾丁 对不对 墾丁的什么地方 它那地方叫马鞍山 我还曾经听核三场的人讲说 没办法 因为我们在马鞍山嘛 所以马就一直会往后踢 在马腿的地方 所以我们常常跳机也是正常 直接是这样子 我在很多现场听到一些奇怪怪的 所以 所以最近讲的是什么智能不足 这个意义是一样 就是他们其实那个太多人轻跳 所以说 另外有个核爆一次灭台湾 反而不反电 这个你现在去共聊 还看得到旁边那个路边有插那个牌子 后面这句话后来比较争议 就是说台湾是不是其实是用了太多电 所以这个 你只有反核 但是很多电厂一直在盖 你不是盖核电厂 在这个地方公投的时候 很多人不试制 可是你要去盖核四 你到底反对还是支持 那右边的是反对 我们怕很多老人家不试制 所以跟他讲 又有黑戈 因为我们做余人家不试制 所以那个时候 当地的游行的口号 叫做余人家不试制 可能会比较少 可是这个是非常台湾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 智能运动里面的一些做的方式 你不要以为他们不懂 他们只是不试制 可是他们对这个 核四的好坏 其实他们就不会输给大家 包括海洋的破壞什麽 這個電力自由化 在當時你們提出 電力應該自由化 這當然也有起正義 就是電力要不要自由化 我當初有人這樣提 因為後來就是 這個我剛剛跟他講 你不怕我死我 不怕你不怕 為什麼當時提這個 是因為那個時候 魚躍捲要被徵收 就是動搖在海洋捕魚的 那個權力長被徵收 那開始是動工 興建那個海洋工程 那魚鱗就是 你這樣一挖我就沒有 魚沒得吃了 我要跟你拼了嘛 所以才有畫這個口號叫 我不怕你死 你不怕我死 我不怕你平命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 很強悍 或者說這個很激進 可是我覺得 請各位去體會一下 裡面的人那一種 就是說其實是 無奈 自己的這個生活 生命產品被剝奪之下 有一種一種反抗 那另外一句他們講 何事動工程式上前 其實講一月前 果然後來一月前 他不是徵收 他強制徵收 那現在他們當地 古一代 只剩下原來的魚獲量 十分之三 這是很劇烈的減少 沒有反核四 反黑金 最後加拿來去台灣 後來搶救浮龍山 還沒整個浮龍山 還開始倒退 你看還有一個叫做這個 就會比較少看到 慈悲反核四 大愛反核四 良心反核四 什麼意思啊 因為後來核四繼續興建 民進黨也不理了 國民黨也不理了 但麗靜民其實很沮喪 他們覺得說明明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那你們如果要繼續讓他幹 我們只能靠大愛 靠良心 靠慈悲 靠上天來反思 那我們大家聽的時候覺得很難過 就是 也覺得就是他們是不是這個有點 有點這個就已經 我們應該怎麼講這個心情 就沒想到後來就發生了 後來幾年之後就發生了三一這個事情 又有心力多又有感的運動 就是說 我覺得這東西看起來好像是地方人啊 就是那種 書念的不說的 整個那種簡單的那種 的那種情緒 可是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他們就是覺得一個不好的東西 終究會出事 那整個社會應該有正義這個事情 這突然做成旗子到處插了 所以我看起來還是蠻難過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能比較少一下 這個大概是2003年 2004年的時候 另外一個論述就是 省下一座合建廠 如何用省電的方式 這些東西有的各位聽過 有的各位沒聽過 我這個是照著時間順序排 也就是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這樣做一些轉變 它有它的歷史背景 所以它當時候的政治經濟的 條件的轉換 那給各位做個參考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